六十三 太陽報 政府補獲為居民免費驗血 2015年7月12日 港民A 02本報信 啟程H 食水含原風波與軒遇裂 若市民長期攝入 萬聖中原毒可引致貧血 高血壓 腎臓及腦部受損 兒童更會出現學習遲緩 行為異常及致力發展障礙 港府決定於本週末 十八及十九日 為高危人士提供免費的驗血服務 但強調居民過去短時間飲用完水 出現中毒的機會未 氣 撇 熱線接42查詢圈 缺 撇 圈範鳥鬧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主任程卓端則指 細麥平 每公斤食水不多於十微刻緣 屬成細人飲水量力量V 從新居民過去兩年所飲的水超標2、3倍 但非100、1000倍 故不會急性中毒 但建議居民用水前先放水一些時間以減低原量 情卓端有為 前晚已成立相關熱線並接獲42個查詢 一般來自啟程 H居民 十七個查詢涉及健康問題 亦有不少人要求提供驗血服務 當局本週六及日將安排高危一群積六歲以下小童 孕婦及胃母語的媽媽先致電圈缺 皮熱線2125-1122預約到觀塘聯合醫院接受免費驗血 醫管局威爾斯親王醫院中毒治療中心顧問醫生黃紹明表示 毒理科專家早已續風險評估 認為現時資料顯示居民飲用水後 急性中毒的機會極微 甚至居民飲敲鳴段時間 出現臨床症狀的機會亦相對低 未來